不少女孩子由于缺乏相关经验,在第一次怀孕时,没有及时觉察到身体的异常反应,加上自身的不注意,没有及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导致流产而后悔不已。 其实,怀孕初期,身体会出现很多异常的变化,只要稍加留心和注意,是能够有所察觉的。 一般来讲,怀孕初期的四大信号,如果你中了两条以上,恭喜你要当妈妈了。 怀孕初期的这四大信号,一,贫尿,贫尿这种感觉,一般发生在怀孕的第三个月,因为怀孕时,妈妈膀胱受到子宫的压迫,时常有响尿的现象发生,去洗手间频率会大大升高。 这种早孕症状,其实是在告诉你,怀孕了,要当妈妈了,二,犯又恶心,呕吐的感觉。 怀孕初期,因人而异,在想吐,是孕期的一种正常情况。 这种早孕反应,一般发生在停静六周左右,建议可以吃点自己喜欢的食物。 还要注意,上时多餐,适当吃一些水果,防止便秘。 三,入房有胀痛感。 怀孕初期时,不少孕妇表现有鼠房胀痛,这是怀孕早期的一种生理现象,尤其是在一天的刚开始。 但这些症状都是因人而异的,有些人的症状相当轻微,而有些人就比较严重。 怀孕时,注意多休息,即使生冷,油腻及希腊刺激的食物。 四,月经停止,一般人常注意到的,怀孕初期的信号,就是月经停止。 一般来讲,在性行为后,超过正常经济两周,就有可能是怀孕了。 在怀孕之后,需要休息。 此外,在怀孕前三个月需要特别注意,以免造成流产或者早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